这个性感的女人为了勾引富豪 每天都坐在望远镜旁 窥探富豪的一举一动 并记下富豪的生活习惯 得知他对红酒感兴趣 就特地选在富豪去超市的时间 到超市买红酒 并以不懂红酒为由请富豪帮忙 由于小美娇艳的容貌 富豪并没有拒绝她 而是细心地向小美介绍 女孩离开后 富豪恋恋不舍地望着 正当小美在门口等车时 富豪向前搭讪 想要送小美一程 富豪将小美送回了家中 然而小美却在门口迟迟不肯进去 见状富豪又把车倒回来 了解到她刚和室友大吵了一架 现在进去只会让矛盾激化 这让富豪有了可乘之机 邀请小美回自己家坐坐 果然是件豪宅 光收藏的红酒就价值不菲 她向小美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并表示已经卖掉了这一系统 进入了退休状态 而小美说自己以前是一名模特 但由于不喜欢被当作塑料模型一样 被人参观 就选择在一家酒吧工作 几杯酒后 两人的气氛变得十分暧昧 紧接着进入了正题 第二天 小美不辞而别 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 然而富豪却对小美恋恋不忘 晚上便来到她工作的酒吧 向她倾诉自己失败的婚姻 小美非但没有介意 还开导起富豪 两人走在下班的路上 小美向富豪坦白自己是一名孤儿 有着悲惨的童年 这让富豪感到十分心疼 就在二人要离开时 却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撬自己的车 对小美出言不逊 小美一个酒瓶扔过去 但这却激怒了偷车贼 她一个箭步冲过来 富豪为了保护小美 挡在了她的前面 结果却被偷车贼打断了腿 就这样 富豪顶着石膏被推回了豪宅 小美由于愧疚 表示愿意留下来 做富豪的贴身护士 于是小美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 室友得知她要离开 就和小美大吵了一架 还揭露了小美 为了接近男人处心几虑 小美只好向她服软 说她不久就会回来 就这样 小美如愿住进了豪宅 这个女人正在洗澡 而男人却翻起了她的包 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小美面对男人的行为 并没有选择责怪 而是扔出了浴巾 第二天富豪醒来 发现小美并不在身边 当她四处寻找时 却看到了一则遇害新闻 富豪一下就认出了 那是小美的室友 这让她感到了有些许的不安 这时小美回来了 原来她只是去买了份炸鸡 当富豪告诉小美是有遇害时 小美却异常淡定地说 这让富豪感到毛骨悚然 小美也不再隐藏 坦言这两个月以来 她一直在监视着富豪 正当富豪想要报警时 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原来手机早在她睡觉时 就被偷偷地拿走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小美拿出手机锁住了所有门窗 就当富豪打算抢回手机时 小美拿出电棍直接将它电晕 富豪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轮椅上 小美拿起电钻一套言行逼供 问出了银行密码 但这还不够 她还将富豪的家中洗劫一孔 各种名画全部高价卖出 富豪还发现 来搬画的司机 正是打断她腿的偷车贼 他们是一伙的 而自己早已是困手之斗 而这正被不远处的房东 看得一清二楚 房东趁着小美外出时 偷偷来到房子外 搬起石头砸开窗户 爬进屋内 准备敲诈富豪一笔 我欠了100克 100克 可是此时富豪已经没有钱了 只能将墙上价值几百万的话送给他 房东这才帮富豪解开绳子 当富豪让他报警时 房东却执意要等他走后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响声 小美回来了 她将房东锁在了房子里 无奈下 房东只好拿起了残刀抵抗 可小美却拿起长刀 将房东逼到了楼上 这个女人提着八米大砍刀出现 用手机打开音乐 享受着猎杀时刻 房东无处可逃 只好逃进车库 小美微笑着给了房东致命一击 而幸运的是 富豪借着绑带缺口 挣脱了束缚 逃出了别墅 但是车门已经被锁上 于是他一拳一拐地走向了家里的雪地摩托 好在还能启动 他骑着摩托一路狂奔 但由于情绪紧张 一不小心撞到了石头上 富豪被甩到了马路上 差点被驶来的汽车撞到 司机将富豪扶到车上 还用自己的手机帮他报警 就当富豪以为自己获救时 车子又回到了家门口 接电话的正是小美 富豪又被带回了屋里 原来司机是小美的继父 他们想要的是那几千万的无计名债券 知道富豪是不会乖乖交出来的 为了取出债券 继父将富豪的手指切了下来 再伪装成手伤 将手指固定在自己的手上 就在这时 富豪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来到了别墅 当妻子看到地上的血时 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将一家三口关在了一起 随后小美二人驾车前往银行 继父察觉到了小美与以往的不同 但是她并没有承认 与此同时 富豪发现 女儿可以通过通风管道爬出去 这是他们获救的唯一办法 两人来到银行 假装手受伤骗过了指缘 并通过了指纹识别 就在二人激动地打开盒子时 里面并不是债券 而是一张纸条 原来债券已经被前期转移 这意味着小美很快就会回来 好在女儿手脚麻利 赶在二人回来时打开了门 三人分别躲进了小黑屋 富豪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偷袭了继父 但是由于受伤太重 还是被击倒在地 小美用枪指着富豪 逼问前妻下落 继父催促小美开枪 但是她还是心软了 枪口对准了一旁继父 她杀了一只控制她的继父 正当小美愣神时 富豪抄起斧子砍向了小美 她夺回了手机 关掉了房间内所有的灯 并报了警 她利用手机声动击息 消耗小美枪力的子弹 就当小美走进前妻与女儿时 富豪和前妻为了保护女儿 和小美扭打在一起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小美开枪了 而开枪的正是富豪女儿 出门在外不能贪恋美色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她是什么样的人